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來到Toyz TV名人堂 看到有梁榮忠和Walker 當然不算我們這一集的嘉賓 麥要權麥道 你好 正在說究竟如何稱呼 我覺得很奇怪 麥道就說不要叫他做麥道 為什麼呢 我是覺得 導演就是導演 但是如果叫Willson 或者是會 因為身份現在大家都是朋友 但是在片場沒辦法 因為用職業區分 但我覺得 片場是最大的 不是在拍戲的時候 我是覺得大家可以平等 但是不好意思 我也要叫麥道 那我叫Willson 麥道 熟山也有自己的名字 今次麥道 這個熟山全名是什麼呢 熟山神合轉 熟山神合轉 究竟今次的熟山神合轉 和我們由80年代 李師傅徐克導演拍的熟山 其實的淵源是怎樣的呢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我首先講一下歷史 因為熟山的圓小說 就是環珠樓主寫的 他是1925年就開始寫這本小說 一百年了 明年就是一百年了 其實它環跨那個周期 我們現在包括所有看的仙俠 圓幻 所有所謂的盜劫 你要經過什麼劫 什麼人劫合一 現在全都是熟山 所以他是始祖 但是熟山 一個很吸引我的是什麼呢 其實熟山作為一本小說 在一百年前 環珠樓主寫的時候 我個人懷疑 為什麼他會寫鮮俠呢 因為如果他寫現代 當代的時候 沒有一個讀者會明白他寫什麼 我舉個例子 因為1925年 你要記住 他開始寫熟山的時候 他其中裡面有一場 他寫這個 仙佛摩大戰 天空是出現磨菇星雲 磨菇狀 全地球的人類是到1945年 才知道 才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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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才是真正的 那個圖片 真的是這樣 但你要看看 他是早二十年前 他的靈感是從哪裡來的呢 因為環珠樓珠本身是學化學的 他就把他的幻想的世界寫進去 包括《御劍飛行》 我們現在看到《御劍飛行》 就是踩與靶劍 《御劍飛行》 後來我們看到《御劍飛行》 就是出了《踩華版》 其實在2000年 《熟山傳》 我幫我師傅寫過劇 就是伊健和哥仔那位 是的 洪金寶拿了《浩天鏡》 當時他飛去天外天 去找另外一把武器 就叫鄭伊健作為 用他的假身 向俄眉派 覺得他仍然在 當時他要 我寫這個劇本的時候 他通過《浩天鏡》 和鄭伊健去聊天 這個就是iPad 但是你想想 在一百年前 如果《環祖樓主》寫的時候 寫一個現代劇的話 沒有人不知道他寫什麼 其實他是想寫科幻劇 我覺得他是科幻劇 所謂 我們說這個 什麼認主人 即是那把劍會認 為什麼會認主人 我覺得他是 他不是認那個人 他認他的DNA 我以為是Face ID 因為他就算輪迴 再世之後再重新 你變成另一個樣子 他也是認來的 那是Face ID 我覺得他是 只不過他當時 沒有那麼癖長地說出來 但我覺得熟山是 第一本科幻 因為他非天盾地 什麼都有 但當時如果《環祖樓主》寫現代劇 是沒有人會明白的 但如果你把那件事 變成中國的法寶 大家就會接受 你什麼都可以 所以我想他是因為 其中一個原因 然後他就會 將他寫成一本 鮮合的小說 如果現在用什麼陰謀論去說 他一定是 時空旅人 未來人 回來 就看回 原來是這樣 剛才麥棠都說過很多 關於熟山的故事 其實從你的眼光 你覺得熟山這個故事 最想表達的主題是什麼 因為每一個人 除了徐克動演 拍過兩集之外 其實也有很多人 電視劇也拍過很多 你之前也拍了 其實熟山的主題 其實是什麼 熟山 我覺得 熟山 看完之後 其實有一個字 說完 寫一個愛字 嗯 他用很多不同的故事 很多不同的橋段 當然原著 我小時候看的時候 是問二敏的 我不知道自己 為何會看得明白 但真的可能因為喜歡 五百萬字 那裏 等於小朋友 打機 看日本字 他怎能看得明白 但他們就打到 那時候有沒有被父母罵 讀書又不見你這麼聰明 看這些東西 這麼聰明 他就沒有錢 我記得我看那些是薄的 這麼薄的 那時候錢買 現在就是沽本 整套多少本 那裏 我看了百多集 但是未完 後來我記得是魏康重申 再緝國 就寫城市清雙劍路 就給了一個結局 其實環珠樓主 未寫完 我覺得是 寫什麼呢 其實寫 我覺得熟山已經寫到 最巔峰是仙峽 後來我們所謂看的 圓患 我覺得全部都是由熟山那邊變 其實我想問問仙峽和圓患 你怎麼分 這個是一個整個世界觀不同 這個仙 一個凡人如何去收仙 他要經歷過些什麼 即是 將來有機會 希望大家可以看我這部電影 我開始已經說了這件事 就是 為什麼會成為仙 仙亦都分天仙、地仙和散仙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很細分 我們先不說這件事 而所謂的道劫 我覺得其實是一種 道人向善的一種說法 如果你做了壞事 你就會變成魔 你做好事 你就會變成仙 仙同俠的分野 其實就是一條仙 你只要動一個臉 你就會變成魔 所以我們經常說 入魔是很快的 但是成仙是很難的 也是 所以大家想成仙 可能要數以千萬年 但是要成魔 可能是一念之差 一念之差 剛才說了熟山 不論是小說版 你看了這麼多 或者你對著熟山 你的作品 都對了很多次 對了很多年 有哪一個畫面 你自己覺得 我們到時可以看你的作品的時候 要交配劉神一下 或者讓我們知道 哪一段戲 或者哪一個畫面 你覺得我們要看多一點 看多一點 我覺得 如果技術上來說 其實開場 我有一場是 俄味三仙 和兩條龍 和大反派 先打了一場 那一場 技術上來說 因為我見所有的龍 出現一定會跟雲 我特意做了一個結界給他 我不是跟雲 我用了一些紅色的塗層去做 說難度是什麼 如果做雲就很簡單 我只是用3D 製造雲出來 只是有前後感不同 但是我們的塗層 因為我要做他的那個景深 那我塗層我做了六層 我可以告訴你 Wandeling有幾困難呢 因為我同時是拍一秒鐘二十五格 就不是一秒鐘二十四格 還會多做一格 這一格害死了我 害死了整個鏡頭 一格的分別這麼大嗎 因為我做了那個塗層 是有六層的 那個底 我每RAN一格 需要一部獨立的電腦六個多鐘頭 有沒有手機 中間會有的 所以很慘 因為等於一秒 一部機就要他不做事 日夜不停地RAN 服侍你那一秒鐘 對 六日記先出一秒鐘 六日記先出一秒鐘 所以正是前面那一段 打那兩條龍那段 我們做了大概是分幾鐘 但那裡我們做了大半年 你那裡有多少部機 正是原來的 嘩 不過我再追問上一次 Brian和德哥問過的問題 你講到開幕後 富榮會客串那一場戲 是的 他可以握上兩把劍 紫青箱 為什麼他這麼優待 可以握上兩把劍 我熟悉很少見 有誰除了鄭少秋 兩把在他那裡之外 很帥 雍善勇 雍善勇 因為他有兩把 是英奇的 為什麼富榮會客有兩把這麼優待 我其實將他作為第一個開篇 第一集 我要有一個和美的鮮 先將他兩把就擁有 然後我在第二集的尾 我才會出紫劍 第三集我才會出晴劍 是每個人拿一把 因為沒有一個那麼強的鮮 去同時間拿到兩把 其實阿忠哥你覺得也是對的 但是我想因為作為一個開篇 所以 我找了富榮做了這個鮮 還有八結 另外還有淑珊剛才Walker說究竟是甚麼類型的電影 其實我作為一個觀眾 我每一次看淑珊都有很多不同的解讀 因為淑珊在不同的導演手裏 他都有一個不同的想法 無論是電影也好 或者現在很多電視劇也好 或是不同的題目 小時候好像很難明白 我記得當年第一套淑珊電影 那時候我戲院是這樣的 那時候有些人好像很難明白 因為沒有看原珠 不知道在哪裏開始 怎樣理解 你怎樣去應付觀眾的用戶朋友問題 其實第一步 因為我師父沒有看過淑珊 他沒有看過原珠 但是他知道這個世界是甚麼 但是我師父是很利害的 就是他知道這個世界觀 他就把這個世界觀抽出來 借用了放自己的東西 對 那就玩了這件事 第二步我寫的時候 是因為我看過原珠 所以裏面有很多故事 整個世界觀是追蹤到 還有有些人物是會跟屬山裏面的走法 但是我們當時面對的一個問題 我不只是上街 因為我們當時是拍兩集的 所以當我們拍到一大半的時候 衝學生那邊就說 不行了 你的不成太高了 可不可以變成一集 我們硬生生就把很多線 還押了 譬如譚耀雲和張志佑那條線 我們押了 古仔那條線我們押了 變了很快 跟林希倫那個 對 變了很多人看不明白 但其實也很慘 有兩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 就是當時我師傅是找了Hollywood做大校的人 但他們做了大半年 我們一個鏡頭也看不到 然後我就問 為什麼 他們說出一個問題 原來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西方人 那個鬼佬說 我們的刀和劍是用來斬名 為什麼你們的刀和劍有思想 他搞不定這一部分 他就完全不知道怎樣做 站在那裡 為什麼他不出聲問呢 那時候 可能他們問他也不了解 所以嘗試去鑽研那件事 但他們真的沒有那件事 還有一個小插曲 就是你們會看《魔界三部曲》 感覺很像 魔界導演拍到第二部 就請了除了導演過去看 他就說 我看完《熟山傳》之後 為什麼我們愛國這麼多年來 所有的兵器和武器沒有思想 所以魔界會一直問你 你需要力量 其實我們同時影響著 從那時候開始 他們會慢慢慢慢 包括現在我們看《雷菲斯》 刀、劍、兵器 他們會有靈魂在裏面 我們所謂的劍靈 挺特別的 因為其實如果我聽你剛好解釋 因為我對《熟山》本身不太認識 但其實《熟山》的作者 他是192年多年寫 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而《熟山》的《熟山》的魔界 他作者本身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 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因為這兩本著作 都好像用一個物件來代表魔力 好像有少少相當的地方 我覺得以前的人是特別聰明,他們想的範疇給我們 我們現在太多資訊 我覺得現在我們,不要說我們現在這一代 我們下一代他們在等一些東西來 就變成他們沒有創作 但以前什麼都沒有,你迫著做創作 我們以前吃完,剩下雪條棍會弄一把槍 但現在吃完他們就扔了,甚至乎雪條都不吃 因為當時他們連電視機都沒有,所有東西都在腦裡幻想出來 所以其實人腦是很恐怖的 現在反而笑容了 所以我通過這件事,包括淑珊 我想給世界觀,下一代年輕人 照這樣說,你從小就是淑珊的粉絲 這個項目對你來說,其實是否一個里程碑 因為是你自己的項目 我為了拍這部電影,我之前寫了三百萬字的小說 這個小說本身只有五百萬字 你差不多寫了 我寫了三百萬字,已經連載了 淑珊大家都知道,由八十年代開始就是徐克導演的作品 就是有兩集他拍了 你又作為他的徒弟 你拍的時候,你會在徐克導演身上學到什麼 又或者會不會反過來,他做過的,我就偏不做 其實當你明白世界觀的時候,你只會向難度挑戰 但是因為徐克導演的,實在是太大的一個 當年是九千多萬的投資 我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妄大,只是一千多萬 所以有很多東西,當然了,因為現在達校會比以前會好很多 也會便宜很多 但是始終是那個,因為達校那兩天是時間和錢 是的 這兩樣東西就已經限制了你所有東西 所以我也很局限,因為我這部電影 達校鏡頭只有一千年四十個 只可以 一千年四十個只是可以 麥道,你想怎樣 你的電影多長 81分鐘 一千多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不記得第一套,八十年代還是第二套 那個淑珊,徐克導演的那一套,都是一千六 是,但是他的表現是十八,是做不到的 當年你現在再看回阿秋冠的那個,冰封那個 他是找人做了半年都做不到的效果 後來唯有一種土砲的方法,沒有才知 是呀,我看到,阿秋冠的那套和伊健的那套 最近我已經有記憶,因為今天知道和你聊天 我早兩天剛剛看回這兩套 我都很近期看過這兩套,其實古仔那把就是我現在重新 因為現在的科技大校都做到的 即是那套翼是嗎? 是的,那把劍 所以我現在重新這個主角裏面的那個,就是古仔一個進化版 如果待會有機會大家看到的話,在這個片花裏面就看到 究竟由古天樂在2001年的時候那一套 對到現在,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下一次再回來再跟麥道談談 對香港電影有什麼前置來談談 謝謝你先,好快回來再談談 謝謝 你倆本來三世情人,只因雙方仍未覺醒 天節易度,請慢慢靠 你手中此劍曾是靈隱天尊戀魔之物 此劍博能擇主 若非真主人,想得此劍必有其貨 我不是啊...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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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啊... 疏忍 疏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